内35题 甲乙丙丁四室管分别下降10度C 则哪些室管内的溶液没有硝酸钾晶体吸出 我们可以看到40度C的时候 我们10公克的水最多溶6.39 那么现在给我7跟8我们都不能够全溶 所以就溶了6.39 下降到了30度C到了30度的时候 只能够溶4.56 原来溶6.39现在只能溶4.56 所以就会有晶体吸出 所以丙跟丁都不是我们要的答案 那么在20度C的时候 我们最多溶3.16公克10公克的水 现在给我2公克全溶 降了10度C我可以溶2.20公克 那么现在我只溶2公克 没有超过溶解度 所以不会有晶体吸出 那么甲氏管它从10度C降到了0度C 那么它可以溶1.33公克 你现在只给我1公克 也没有超过溶解度 所以也不会有晶体吸出 所以甲跟乙都符合我们的要求 没有晶体吸出 所以第35题目我们说 则哪些氏管内的溶液没有硝酸钾晶体吸出 我们答案选的是A甲乙